我国和俄罗斯通婚人口巨增 但俄罗斯姑娘有先天性生理缺陷 婚前一定注意 否则可能会悔恨终身 第一就是俄罗斯女孩的体温问题 俄罗斯女孩身上的体温比较普遍 我国的女孩多数都是香香的 身体早就被化妆品腌制入味 而且还会在出门或者是上班逛街约会之前 特意喷洒各种香水 洗澡时也会用香氛沐浴露 离得老远就能闻到一股香味 但俄罗斯女孩就不同了 他们很多人都喜欢自然美 用香水很少 即使用香水也会和难闻的体温混杂在一起 形成更难闻的气味 俄罗斯人居住在亚洲的北部 那里比我国东北的气温更加寒冷 冬季十分漫长 最长可以达到七个月 气温最低能达到零下四五十几度 说滴水成冰非常确切 因此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只能通过多种方式增加身体获取热量的可能 从食物中获取热量 就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当地人吃的食物热量很高 以肉食和脂质食物为主 这些食物在体内分解转化 很快就会散发出难闻的味道 而且其中不少肉类食物本身就有腥味和山味 会通过人体挥发 加上俄罗斯百种人正好身体发达 出汗多 山味和腥味就会从身体的毛孔 顺着汗液挥发出来 此外 俄罗斯十分寒冷 气温不够 人们就不喜欢洗澡 俄罗斯女孩体温大 与这个也有关系